误会了是吧 民进党政府没有什么紧张 你看王美花那个说法 台积业休假 休假本来就应该多休假 没什么 人家是已经 为什么要发这一个讯息 其实就是告诉员工 你要有心理准备 接下来你可能无薪假 越来越多 你记不记得去年那时候 美国商务部跟我们 跟所有的半导体产业 要机密资讯的时候 人家韩国是抗拒吗 不断的沟通 我们的王美花也说可以 王美花还劝说厂商 你赶快给他 我们这个根本是 这个卖国贼你知道 那刚刚那个委员说 不要怪王美花 说王美花是因为智慧产权 他不懂 我老实讲 他再怎么不懂 他总该知道 台积电今天发这个讯息 绝对不是因为 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让你多休息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外发不是只有猪吧 他总是个人吧 他当然知道 这就是台积电的警讯 这么严重的讯息 你身为基地部长 在那边装白痴 你不觉得他的讲法 很像个路人甲吗 他其实因为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所以就跟你打哈哈 随便糊弄一讲句 就准备闪了 因为这件事情上 老实说 他无能为力 但是问题是 你就算无能为力 你至少 你有乌纱帽嘛 你可以丢掉你的乌纱帽 你说你这样做 你美国敢这样 这么嚣张做的话 老娘不干了 你会不会想太多啊 对啊 问题是 这我的死要当官呢 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说真的 张忠谋今天为什么会出来 这么多 这么平凡 是啊 他这辈子第一次这么平凡的接受媒体访问 对不对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 张忠谋对蔡英文非常失望 张忠谋跟蔡英文的关系超级好的 那结果照理来说 以张忠谋的个性 他跟蔡英文之间关系那么好 他自己也知道 他这样平凡接受国际媒体访问 其实美国人会不高兴 其实我觉得张忠谋现在这样做 其实就是表示 他知道蔡英文不敢帮他 也不能帮他 也实际上也不 因为他看到美国人腿就软 就跪下去了 也只有张忠谋敢这样讲 所以张忠谋就是卖这条老命啊 对啊 他已经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就是啊 他已经退休的人了 他硬是出来接受这些媒体访问 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台积电现在的这些主管 去得罪蔡英文也不好 谁敢讲 对 所以只有他跳出来讲 他是不得已的 那谁害了 就蔡英文害了啊 如果你蔡英文有guards 去跟美国人讲说 这个东西会动摇到台湾的根本 我没有办法答应这件事情 你至少挡嘛 挡不住的话 全民帮你做后盾啊 结果你选择不挡 你选择放手 你选择直接奉兽 所以只好让张忠谋卖老命出来挡 那说真的 张忠谋一个退休的老赢家 他能够挡得住吗 我也觉得挡不住 但我觉得张忠谋现在策略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与其这样子 反正我们撑到最后 台积电还是要崩盘 不如我现在就把消息放出来 我让你先下来 然后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看现在国际媒体都关注了 因为台积电一直跌跌不休啊 在这种状况下 逼得蔡正谋不得不做出回应 我觉得这是张忠谋 大概他的最后一招 不然的话 你帮他想想看 他还有什么别的招数 真的没有 好台积电量了 我要告诉大家 不止台积电 有没有群创啊 友达等等 也通通发休假令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风暴 连锁风暴 我们从外媒 包括高盛啊 包括这个金融时报啊等等 各式各样的报道 还有这个结论当中 你看得出来 大家都不看好台湾的 半导体晶片产业 其实要这样讲 不看好台湾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 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呢 供野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 它是鸡肉牛肉 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我辣7